6月7号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白皮书约3.7万字 被称为真实记录中国抗疫艰辛历程的重要文献 今天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就是为了记录中国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 分享中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有效做法 介绍中国人民历经疫情磨难的感受和体会 传递 团结合作 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白皮书指出 中国全力救治患者拯救生命 建立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 防控和救治两个战场协同作战 不遗漏一个感染者 不放弃每一位患者 实现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应检尽检 应格尽格 白皮书指出 中国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以对生命负责 对人民负责 对历史负责 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 完善疫情信息发布机制 有效回应了公众关切 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 向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 主动通报疫情信息 分享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信息 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引物探针序列信息 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基础性支持 针对国际社会关注的疫苗研制问题 科学技术部长王志刚在发布会上表示 疫苗研制一定要把安全性 有效性以及可及性 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国疫苗可以达到应用的时候 将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球提供 在疫苗研制过程中和今后 如果中国疫苗成功地得到应用 这两方面都要加强国际合作 现在我们在整个疫苗研制过程中间 实际上我们都在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的科学家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 大家都是为了应对疫情 能够在卫生健康方面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做出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